你好 一罐温柔的语气对着病患说话 这是外科部部长余正展的余式风格 纵让病患倍感窝心 81岁的阿嬷罹患癌症 但因为身体共病多 瘦到40公斤 家人想放弃治疗 我们先让病人的体能 可以让他提升上来 好去面对手术带来的压力 不放弃的一个决心 让他可以过这一关 真的很感恩这么多的医生 护理师和丹玛 那妈妈还有一个 妈妈可以早过 除了余部长还有这一位大暖男 大肠直肠科的医生林北疆 特地到新联病房 献唱五月天的温柔 献给他的病患 而他的温暖事迹 还不止这一件 有天院长接到了这样的一封感谢信 幸运的因缘际会遇到了林北疆医师 因为我的困境与难处 他一度想拒绝开刀治疗 看到病患因为经济困难放弃治疗 林北疆医师转介社工协助 等到病患康复出院时 他还做了这样一件事 北疆医师就自己拿着那个红包给那个病人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只有他跟病人知道 现在后来变成我知道 后来就变成大家都知道 最后这个惊喜是献给同样像北疆医师这样的人医 这也是病患莫大的福气 大海新闻 张力军 顾忌宗 台中报道 大亩 这是油严屒感集吧 砸 Street石滨 林北疆的福气 大亩保证 bok忘不行 大亩保证 小亩保证 小亩保证 最大亩保证